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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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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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儿体内有万中无一的至尊骨 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这是她的天命 也可能 是她的劫难 阿爹 等祖父回来时 我就可以用皮胸血洗礼了 到那时 我会变得更强更壮 昊儿 记住 你想真正地强大 并非依靠外力 只有在尘世中 锤炼出自己的意志 领悟力量的根源所在 方能由太阳一般 永恒燃烧 万古无灭 人民币 亭 佛 亭 亭 亭 日 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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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号儿 长大了 我大魔神的孙儿 我人好样的 父亲 祖父 没有当中我 我变强去找你们 只希望我们的小不点啊 能够平平安安的 小哥哥去哪 我也去哪 大哥 周杰师尊喜欢什么样的弟子啊 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跟我结拜为兄弟 后来你还有谁会去做孩子 只此断剑 他是 重建武天阁 不再 不想存恋天地造化 心灭与我相看 不知 少必来 怎么可能 十号明明已经弄了我的灭魂阵 如何还能重活 小石简直太厉害了 他是不是合适了大师的武器啊 太强大了 做得上什么 仍能重生 小儿活着 感谢少佐 与人周杰师尊 作 explet 虚 theatre 我得明白 你的强大究竟人自何方 哥 让你看看 是尊顾真正的礼物 吓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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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败 是哪没灭魂针 怎么会 你将最致命的武器 亲手交给了时候 回到补天教后 看你如何向众位长老交代 四战 结束了 回首你还能绝静 回首你还能绝静 说了你不明白 去吧 不敢 弟弟 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 让你一路成长之词 你问我是否背负过 昊如山海的期望和自由 你所谓的背负 不过是为他人的意愿驱使 我的道 永远只为自己而走 还是如此可笑 你的道 充电在何方呢 我本以为能承受因果 没想到 还是付出了所有 你会两步相牵 一切都结束了 这一战 十号胜出 奖励三块太古神殊碎变 十号的势力太恐怖了 十号的势力太恐怖了 就是你一轻轻 就足以避逆天下 他成了气候 以后光玉 还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嘿 真是精彩的一战 云儿 我的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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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此一战 我已相信 云儿 以后面对任何敌人 他都有一战之力 可称 同境无敌 他总是说到做的 嘿嘿 姐姐 你补天教精心挑选的 荒域霸主败了 一番心血 白费了呢 嘿嘿 补天教 普度众生 谈什么白费不白费 黄天侯 你必须尽快成长 时间 已不多了 第二个日子 你撑得好吗 你适用